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种条件下 以前的老虎机经营者也不敢给出太高的奖金 但进入了数位化时代后 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 来到了数位化的现代 老虎机终于不再受实体机器的限制 透过应用计算机程序 如今老虎机装置载的图案至少也有50种 格子数也增加至5格 命中最高奖金的概率更低于300万分之一 这才让店家们愿意将奖金提高至百万千万元等 而玩家们也愿意放手一搏 看看自己究竟有没有拥有金山的天命 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想 既然是数位化 那不是很容易被嗨一刻嗨进去吗 嘿 这你就别担心 在现代 不论是实体老虎机 或是线上老虎机 全都是靠这一种叫做 随机数生成器的程序来决定 中奖以否 在随机数生成器的作用下 每当玩家按下开始后 程序便马上随机生成一组数字 而这组数字决定让画面追踪停留在什么样的图案排列 如此一来 老虎机每一次的转动 都是所谓的独立事件 也就是上一次停下的画面 绝对不会影响下一次的画面 举一个例子来说 就好像你在抛硬币的时候 虽然该是50至50 但不代表这一次抛出正面 下一次就一定会抛出反面 回到老虎机上 你也有可能一连十四的干规 也有可能连续两次中大奖 虽然这个概率微乎其微 但这就是玩老虎机的乐趣所在 不是吗 听到这里 大家想必已经了解了老虎机的运作机制了吧 下一集 我们将进入大家最关心的课题 玩线上老虎机真的能赢钱吗 预知更多详情 请欢迎追踪我们 我们下一集见